由於檢驗結果呈陰性 世界夢號3600多名乘客和船員 較原本計劃4天 提早2天解封 一眾乘客表現興奮 有乘客批評 政府處理手法不透明 它不滿 政府不封關 其實我覺得船安全過上了航路 為什麼啊 都說就是它現在放了很多 因為它沒封關了 放了很多大陸人下來 那你的社區很多人那些病 你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你一出街 那你可能都會感染到的嘛 港口衛生科表示 旅客回氣無期自我隔離14天 但呼籲所有市民保持個人衛生 乘公司安排50部免費巴士 接載遊客到各區 新唐人記者梁真 宋碧龍 香港報導